3月6日,他世界,他力量,2018中国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在大热中一节目《演员的诞生》中的表演指导刘天驰 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教师 在活动现场,刘天驰以一名表演老师的身份 表达了对改变行业女演员现状和固有认知的决心 近日,易阳千玺也现身中戏参加了复试 谈到易考,刘天驰也谈了对易阳千玺的看法 没有在我的那个考场,但是会有议论嘛 大家老师都议论,就是说他其实在各方面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不会把人气作为一个标准,还是作为选材 真正的他的内部的条件啊,各个方面他的可塑性啊 这个是作为我们评判的一个标准 易考现场更有考生看到刘天驰而十分紧张 刘天驰调侃,其实自己并不是融模模样的老师 请易考生不要害怕 这演员诞生的原因,现在有很多的考生看到我,认识我 因为我走在胡同里也开始听到嘻嘻缩缩的那个天驰老师 天驰老师,我也会告诉他们别紧张,别紧张,别紧张 我们是这样的互动的,那进到考场呢,有些孩子可能就是有激动啊 然后他就可能会产生紧张,这个紧张可能怪那个节目给我节选的一些表演训练片段 帮我弄得很像是一个融模模老师 我其实不是那样的融模模教师 可能那种片段比较刺激,导致很多考生会害怕我 在这里帮我更正一下,我不是融模模模